大家好 这次课呢 主要是学习一下这个VBS当中啊 日期和时间的一些处理函数 那么这里面的还是以 编程的方法 或者是代码这种实力的方法 给大家做个讲解 那么在我们VBS编程里面呢 一般对于时间日期的函数呢 主要有这几个 第一个呢是Date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Time 然后是呢 Now 表示是现在时间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截取的函数 其实是日期 日就是哪一天 然后是什么 月 然后是年 那这个呢是之类上面这一段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十分秒之类的 对吧 十分 M Ut好像是二对的 然后是什么Second 接下来是什么 我们当天在这一周当中是处于哪一天 Week Day 有这么一个函数 那么这里面呢 给大家呢 用实力的方法来写一下 比方说大家看一下 这样吧 我觉得上面的写 Message Box 弹出对话框 打印当天的时间 当天的日期 对吧 时间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这么写 大家看一下 对 后面跟什么 呢 跟我们的 Date 这个 一样的 Date Date 也 嗯 这个地方呢可以跟 Pi 输出了啊 都把它输出来 输出来 输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效果对吧 这样学起来就快些 啊 Bick Day 这个地方 还没跟什么 嗯 看看Date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跟我们的time 也是跟time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2015年6月3号 这是第一个Date 第二个是时间3点21分55秒 第三个是我们的年月日时间10分秒 看到没有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 Date是我们的6月3号23 那是6月2015年 时间是下午的2点15点 然后呢3点15点 分钟是刚才的22分钟 秒 这个已经有变化18秒 这个是什么 Week Day 是什么 是这一天在我们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一周当中的什么 第几天 那比方说6月3号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星期三 那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啊 是星期天它作为第一天 星期天作为第一天 星期二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那么星期三应该是在这个周中第四天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那这些个函数 大家呢只需要记住就行了 我们一般情况下 可以写日志的时候啊 写日志的时候呢 会用到这个Message Box 这个函数啊 Message Box后面跟Long 这个函数 也就会显示时间日期啊 一些东西的 所以这个等 地方呢大家了解一下 这些函数呢 在我们这个测试工作过程当中 用的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啊 特别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NOW 这个函数啊 希望朋友们呢 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把这些函数都能记住 其实也是蛮容易的啊 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写什么 英文单词啊 你如果把这些记住 那问题就不大啊 这些记住问题就不大 使用的时候直接引用就可以了啊 直接引用就可以了 OK这个是给大家讲的 我们VBS当中什么啊 日期函数 日期时间函数的一些使用 那希望朋友们自己多看几遍 然后呢 在VBS Edit 里面 多做一些调试 看一下效果 其实你多看效果 再去记这些单词 我觉得相当于是会容易一些啊 好 那咱们下次再见